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黄珊珊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好的人出头为大家来服务 今天明镜与要来选议员 坦白讲就是双重保障 这有两个都给你保证 就是说他跟一方救命是 民国城的十五个儿子 最嫁我来秘书 所以我们都 都检查过来 就都没有问题 驚扎的 哎呦 坦白说我这麽败的长官 我都这样过关都不容易 所以 我跟政治是这样 也不要讲一大堆 認真打拼 正直诚信 那就好 我们中山大同唯一支持林真义 那现在唷 台湾唯一支持黄珊珊 拜托大家 拜托 拜托 那 今天大家回来不是只有棋子飞一飞 回去还是要帮忙宣传一下 你跟大家说 我们选一个政胸的人就好了 我跟他说一下 选一个政胸就好了 来 恭喜 政胸的人 选一个正直诚信 政胸 最大事人真 那就好了 我跟台湾做一生 跟最企丁 我的感觉就是 不管如何跟他们批评 我们就是每天人真 最大事 那就好了 中山大同唯一支持林真义 台北市场唯一支持黄珊珊 年轻人要投入政治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可是他虽然在议员的服务处 他没有做任何的 靠着爸爸的事情 他都是靠着自己 帮着爸爸 把这个基础一步一步的扎实下来 所以我看着他的成长 我算是看着他长大的 所以我希望说 今天在座的乡亲 林真宇的当选 跟黄珊珊一样 终结蓝绿二斗 就是让林真宇当选 对不对 对 我们要让这股力量 这股进步的价值 让这些非蓝非力的力量 集结成河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今天 不单单只是给真宇加油 也让黄珊珊 进入回到台北市政府 让我们延续柯文德市长 在这八年留下的最好的真机 我们一起让台北继续往前走 好不好 即将交棒给女儿的市议员林郭成 也在支持者的加油声中 替林真宇披上彩带 林郭成表示 他担任两届里长 四届议员 除了感谢民众一路相挺 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女儿林真宇 林真宇则坚定地表示 一定会传承父亲林郭成 为民服务的精神 终于做计完之后 每一年中低收入的救济 都我在做 有一点 轻定林真宇 他当时在设置 还有怎么办 只要要送米的时候 设计的 海埔 什么的地 全国都设计 他什么的 他说 只要做事 就等于在行善 所以 他有这个爱心 所以我要拜托大家 过去感觉 郭成啊 就你的好朋友 郭成啊 就有给你服务过 就向外比较少 和外比较少 和我们这边 就要10票 宜宜20票 来让林真宇 把我接棒成功 让他可以高票来动算 好不好 好 好 各位好 我要来送我的座子 把披着彩帶 这个叫做什么 传承林博神 服务要有结果 没结果要交代 我在做事 如果我有 我给你服务的人 我给你服务的人 大家都知道 做到结果 我一定给你服务 我没说 给你放的 案件都没在交代 所以 有结果 我给你服务的结果 没有结果 我也是会给你交代 有什么 没有什么结果 所以这个事情 我一定给你交代 要做議員 就是要彼此奉猿 跟你们的事情 跟市民的事情 动作跟你们的事情 这样处理事情 就没做到 林真宇今天 是承载着 所有人 对林郭成的期望 而站在这个台上 我要感谢大家 过去 20年来 对我爸爸的不离不弃 过去 20年来 给林郭成 服务的机会 没有在座的各位 就没有今天的林郭成 没有今天的林郭成 就没有办法触动 林真宇想要踏上 政治服务的这条路 林郭成身上 背了多少的家庭 爸爸20年前 开始做寒冬圣明 我送了20年 平均每年有4千个家庭 是爸爸抛腰包 还有抛砖引玉 在座有非常多 相挺爸爸的董事长们 还有非常多的相亲好朋友们 没有你们 爸爸这一个月 他做不了 很多人都说 林真宇啊 你要比较加油 为什么 你爸爸还会算 为什么你爸爸在给你算 因为他知道 延续服务 世代传承 服务交代 是必须做的 我才知道 原来做服务 是这么耗体力 我才知道 面对这么多的 各政党的打压冲击 我爸爸是怎么样 一个人一肩扛起 从来不跟我们讲 这个是我开始 踏入政治服务 我才知道的 今天吃倒数56天 要拜托大家 给我第五名 第六名的机会 这样好不好 拜托大家 在这边 带着林郭成的招牌 要告诉大家 柯文哲的监督 黄申申的教导 林郭成的服务精神 林真宇传承下来 拜托大家 谢谢 谢谢 一二三 林真宇 一二三 现场演进商业工会 勞工工会 汽车材料工会等工商团体 也都到场力挺 在支持者大声呐喊 动算声中 也让选战气氛 随着倒数计时 越来越火热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导 而年底的选战逼近 湖港区市议员选战竞争激烈 寻求连任的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成立竞选总部 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前总统马英九 及国民党副主席 连胜文都到场站台 现场动算声不断 场面相当热闹 参与专业替大家欢呼 为大家打招 所以支持李明贤 支持蒋万安 支持蒋万安 支持李明贤 好不好 好 蒋万安 马英九 明贤議員真的是 我非常好的朋友 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我想过去一段时间 我观察到明贤議員 他真的是非常认真 最近我看到他站在路口 辛苦的跟大家肯托拜托 即便他在议会的问证 直询 在电视节目上面 滔滔熊变 口调清晰 他都不忘在基层 请走 跟每一位民众相亲 紧握双手 一步一脚命 所以踏踏实实 实在做事 这就是我们李明贤議員 对不对 各位乡亲 好朋友 李明贤議員 他对于台北市的交通 特别专业 是非常专业的交通议员 我知道 他是我们台北市 为我们南港内湖 争取最多UF UY站的议员 大家拍摸摸摸摸 他是第一名的议员 争取我们相关交通建设不遗余力 包括对于我们陈美桥的拓宽 民权大桥的整建 还有对于捷运东环段民生 技术线 希望加速 新建 等等 他都为在地的乡亲来争取 所以 一直以来 我对于民权议员 除了感到敬佩 也感到非常非常的感谢 他为地方做很多事情 第二 他也很关心动保的意见 为我们选区内湖南港争取许多狗公园 而且包括疫苗的施打 他都积极的为很多年轻朋友来解决问题 减轻大家负担 第三 民权议员 大家也知道 他不只是地方服务做的好 而且他常常站出来 表达公益之声 大家不管在网路上 电视节目上 看到民权议员 他是最接地气的议员 他每次谈到的议题 他都贴近民众的心声 尤其他对于过去这两年 防疫的种种缺失 他都能够一一的指出 而且一针见血 表达民众的心声 所以 内湖南港 大家都说是这一次 台北市各区选举里面 关键的选区 而李明贤 在关键的选区 是最关键的一席 对不对 对 我们要让这关键的一席 不只要顺利连任 而且要高票当选 这样好不好 好 一天合一高票动算 阿林中央 好 把这种论务不经意推荐 一推荐的就是强棒 强棒支持 民民选 民民选 共产 民民选 共产 民民选 民选 民选 共产 共产 民进党直升第六年 大家都希望 两年后的 这个 中央的选举呢 我们能够拿回政权 但是如果 市立员都选不好 我们就没有机会 对不对 对 我今天看到这么多朋友出现了 我真的心情很高 表示你们都认同 你民选这四年 真的很努力在为大家做事 你说对不对 我是真的看到民选做很多事情 因为他做这个 不管是在社区的活动 民众的服务 特别是很多体育方面 跟很多学校的这种结合 他做很多 因为他常常找我 所以我知道 常常找我帮忙 不管是在自行车的 不管是校园的 所以一个议员 我在想 我有时候接到他电话 我会掉到手腕 因为他真的很多事情 用胖 那 其实做这些事情 都是为了内骨 平常你讲 一个议员 他没把自己 弄得这么忙 无非他就是希望能够表现好 来争取民众的认识 所以我是拜托 我们所有在座的这些好朋友们 既然您认同 我们民选 这么认真的 会让大家付出 我们就再给他四年 为大家做事好不好 好 好 蔣妹妹 道帅 蔣妹妹 道帅 林民选 道帅 林民选 道帅 林民选 道帅 林选民选 道帅 道帅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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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謝謝 多位貴賓到場站台支持 還有大批的支持群眾熱情的為他加油打氣 李民賢說 內心相當感動 謝謝這些內湖南港所有的 我的好朋友在地的 這麼多人來跟我捧場 因為今年選舉非常艱困 要集中所有每一張選票一個人拉十票 因為對萬安來講 內湖南港贏 台北市就能贏 所以內湖南港是關鍵的選區 對我而言 第一任邁向第二任要更努力更打拼 因為很多議員都是在連任的時候滑鐵爐的 所以特別在拼連任的時候 一定要非常謹慎集中所有的選票 要來打拼 所以這一場競選轉部的成立 也是一個競選活動的開始 我有要努力打拼 一路衝刺到結束 這場選戰才有贏的把握 所以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的服務2500件 在內湖南港甚至所有市議會的議員 我都是包括數量上提案 服務案件都是前幾名的 在內湖南港的部分 我們附近看到的壁壺步 到了整鋪整建 還有包括大溝花海 還有包括U-bike社站 還有第一名 甚至包括在紫陽公園的整個舞台的重建 然後舊莊國小的後牆的整個翻新 這些都是我推動的 特別內湖南港的陸屏專案 我也爭取了一億多 把內湖的很多的 包括破舊的馬路船舶 所以我確實很努力 在做地方的服務的工作 這些政績大家都看在 大家都有看得到 也摸得到 所以希望有這些的努力 然後可以化為 最後大家對我再次期待 希望可以給我繼續服務的一個機會 系數任內一步一腳印的打拼 李明賢說 希望獲得選民的支持 讓他有機會再為港湖來奮鬥努力 因為很多內湖南港還要在推動 特別在解決交通的部分 包括陳美橋的拓寬 這些都是有必要要做的 包括未來連外橋樑 甚至包括港前大橋的興建 這些在東環線民生繫子線完工之前 很多都要持續爭取 第二個在推動路平專案 包括對於機車 機車路權的爭取的部分 這些都要努力推動 這些還有甚至包括 未來水域開放的地方 還有最關鍵的是 內湖老舊房設太多 這個包括要打破 包括都更要加速 這個都很多很多年齡種種 都是未來我四年內 是未來四年政見目標 都是要繼續努力的 如何讓地方發展更好 都是我的目標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代表民眾黨參選內湖南港選區的 市議員參選人陳佑成 舉辦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與武黨籍台北市長參選人黃珊珊 都到場站台立挺 現場支持者 一路從帳篷區坐到帳篷外 為陳佑成加油打氣 現場支持者高喊凍蒜 畫面現場是代表民眾黨參選 內湖南港選區的市議員參選人 陳佑成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與武黨籍台北市長參選人黃珊珊 都到場站台立挺陳佑成 柯爸柯媽也出席這場活動 陳佑成說 她從小就跟著黃珊珊做選民服務 感謝黃珊珊栽培她24年 有一件事讓她感恩難忘 12歲我就跟著珊珊 那今年是我在她身邊的第九次選舉 唯一不一樣的是 這一次我們為了市民在各自的崗位 各自努力 很多人其實都問我說 我跟珊珊有沒有親戚關係 跟大家報告完全沒有 我是一個單親小孩 由媽媽扶養長大 我永遠記得一個故事 今天第一次跟所有媒體記者 還有在座的所有朋友分享 我以前是低收入戶 在申請助學貸款的時候 當年的銀行要求一定要雙親簽名 我就到樓上這個服務處 找了當時的珊珊姐 我說怎麼辦 我怎麼可能找得到我一歲的爸爸 我不可能找得到他 當時他跟我說 不要擔心 我幫你簽保人 而且我們去修改應該需要的法律 就這樣 這個服務處一直 給很多人 像我這樣的年輕人 翻轉人生 跟繼續就學的機會 所以我今天要透過這個機會 謝謝我的老闆 珊珊栽培我24年 吃果子敗樹頭 樓上這間服務處 從市長把他拉去當副市長 我差點失業那一天開始 我接下來呢 跟我們張觀雲主任 羅元坤主任 如葛 我們的前輩 共同把這個服務處撐了三年 這三年 服務沒有停過 我們的兩位王律師也陪著我 不斷的法律諮詢 我相信 過去那個被幫助的小男生 沒有變 跟這個服務一樣沒有變 我會永遠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黃珊珊說自己就像是 陳佑誠的另一個媽媽 她和陳佑誠 都是來自平凡的家庭 請託鄉親用選票 讓認真的人被看見 這個老闆也蠻嚴格的 所以經過我訓練的 我很有信心 她一定會是一個 非常好的民意代表 給大家 請大家給她一個機會 讓她在內湖南港 繼續黃珊珊 服務處團隊的所有的精神 我們繼續讓這裡的服務 又乾淨又青年 繼續下去 好不好 好 台北市 王參選市長 這對我來說也是非常大的挑戰 今天在座的 每一個都是珊珊的朋友 對嗎 對 也是佑誠的新朋友 對嗎 對 我知道大家對我有很大的期待 我相信你們對陳佑誠 也有很大的期待 我們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會秉持我們從政的初心 我們就是喜歡公眾服務 我們從來沒有為過自己 在這個過程裡面 會非常的艱辛 還有五十幾天 還有各種不同的髒水會潑過來 所以現在要告訴大家 繼續下去的就是 我們要做好堅定的防禦 但是各位要當山山的分身 還有佑誠的分身 好嗎 好 為什麼要當分身呢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像兩個政黨 這麼大的組織動員能力 各位就是我們最大的組織 你們在現場的每一個人 都是我們的組織 接下去市長的選舉非常的困難 所以我在月底 十月我會辦一場大型的造勢 十一月選前之夜 你們每個人都要來好不好 好 接下來是每一場的活動 我們之前不太敢勞動大家 因為怕過度的動員 而且現在的時代 大家很討厭用這樣的方式 但是今天是開始 這五十幾天我們需要大家 我們需要你們 珊珊需要你 佑誠需要你 我們兩位 我們靠著自己的力量 我們來自於最平凡的家庭 沒有任何的家世背景 這位還是單親家庭 我就是她另外一個媽媽 所以希望大家給我們這樣的 靠著自己努力打拚的工作 政治工作者一個完整的機會 不過這樣啦 因為差不多三年前 我邀請黃珊珊去當我的副市長 所以她在港湖的服務工作 就交給陳佑誠在處理 所以後來我查過 聽說她十二歲就開始跟著黃珊珊 在當助理 從那個發傳單開始 你知道 當麥克風手 所以事實上 她已經在這個地方服務已經超過二十四年了 所以她才會講說她的服務案件有超過一萬件 二十四年又很認真的工作 而且後來她接棒黃珊珊在港湖地區的服務工作 那個法律諮詢也沒有停掉 所以她雖然是今年說 以新人的知識要來選議員 但是應該這樣講 她是最資深的新人 民眾黨多位市議員參選人也都到場力挺 包括參選士林北投區的黃靖瑩 以及參選中正望華區的吳怡軒 還有參選新北汐止萬里金山選區的彭麗信等人 都到場支持 互相加油打氣 藝人郭子前也現身會場 模仿柯文哲與郭台銘 妙語如珠 讓現場的氣氛輕鬆又歡樂 這應該怎麼講 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麼大的競選總部成立 大家自動自發齊聚一堂 來這邊支持一些候選人 真的太離譜了 我常常在講 我們在開黨員大會的時候 民眾黨的黨員都很少 但是都是默默的 都在地底下 對不對 隨時都會跑出來 還是從現在句話 這個國家最大的悲哀 就是對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可是大家每天都在做錯的事情 對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要把陳佑誠送進市議會 對不對 對 對 黃珊誠 動帥 陳佑誠 動帥 林仲誠 動帥 林仲誠 動帥 動帥 林仲誠 動帥 偉大市民 驅步奉雲 動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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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麼多鄉親與支持者 給他和黃珊珊加油打氣 陳佑誠說 內心滿滿的感動 他的理念是 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來爭取鄉親的支持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HOME PLUS中家寬評在地影像賠利與針見計劃開始囉 即日起到12月15號為止 豐富獎勵 那你來拿 詳請請假中家新聞FD粉絲團 或掃描針見簡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 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級 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他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他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他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台北捷運公司與新鮮國際合作 在捷運南京復興站建置智慧農業展示區 運用高科技突破天候地理等限制 營造出適合的環境 在捷運站栽培無毒蔬菜 打造可食的地景教育展示空間 這是捷運南京復興站的某個角落 捷運公司和電子企業旗下公司合作 運用高科技突破天候地理限制 在室內種植五毒蔬菜 延伸多樣產品供民眾欣賞購買 其實新鮮店子一直致力於我們環境的永續 這是我們公司營運的理念 那在這個理念之下 我們又知道最近 現在有許多的環境變遷 還有極端氣候的問題 尤其是食安問題 都是我們非常關注的 我們希望能夠貢獻出 我們在這個科技業的本業的技術能力 加上農業的一些發展 我們把它結合在一起 於是我們就動員了我們集團的資源 還有產業鏈的力量 加上我們也招聘了許多專業的農業團隊 一起努力成立了科技 植物科技事業處 在2012年就打造了我們職業工廠 那在這一次的合作案裡面呢 我們也是希望能夠跟台北捷運 在有共同理念的情況下 大家一起攜手往前走 讓我們的世界更美好 其實很簡單講 就是我們想把科技 農業 還有我們的都會日常 結合在一起 讓大家一點都沒有違和感 很容易就可以親近我們的智慧農業 在2012年的時候 新興電子我們看到了食安問題 我們看到了氣候 及關氣候的問題 另外我們也要發展業績的永續經營的理念 所以我們在2012年就開始做這個植物工廠 那做植物工廠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在科技製造業 我們有很豐富的經驗 那我們用這個經驗來做這個精緻農業的發展 我們覺得我們應該可以貢獻這個社會 貢獻這個土地進入我們的力量 那新鮮國際 當時做非常高質素的水耕資產 我們水耕資產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種 那除了這以外 我們還是用這個原色來發展 來發展像麵膜 像風鐵麵包 像那個青紙沙拉 像那個這個酵素粉 這些科技的那個產品 那我們其實我們希望說 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從我們照顧員工的角度 從一個點擴大到整個社會面 主要是希望能夠跟這個國際的這個 知名的科技大廠 因為新鮮電子在這個領域上是非常專業的 他們透過這樣的專業的知識 將科技的農業導入 能夠帶給民眾更多的這個生活上的便利性 透過這一次的這個結新鮮 我們也可以給民眾這個新鮮的這個無毒的蔬菜 這樣子帶給大家更便利安全的一個生活環境 我們主要是剛才提到 就是說在這個地點 我們有大概十幾坪的空間 一年可以生產大概一千五百公斤的這個蔬菜 那預計的收益 因為我們這邊是我們兩個互相合作的 未來也是會提供 主要還是給民眾一個便利的一個需要 我們的收益主要還是在一些 這個所結語出來的一個 對北傑來講 我們是大概會有六十多萬的 年度的一個引語這樣子 當然未來我們還會持續再去看適當的地點 來擴展我們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可能性 徐同體驗智慧農業展示區定職 把蔬菜育苗移植定職板上 在人潮交致捷運南京復興站B1轉乘通道層 5號出口下方位置 透明展示的空間宛如科技業務程式 每個層架放置一個個水根槽 導入通訊及自動化科技 讓蔬菜生長於純淨健康無污染的環境 民眾也可以觀察蔬菜生長變化 所栽培的無毒蔬菜將提供販售 我們主要都是以生菜類為主 因為我們這個植物工廠可以逆季節的生產 所以我們很容易可以調配 那我們像我們現場這邊看到的 都大部分都是蝸菌類的 像比如說我們常常使用的這些羅曼蝸菌 或是綠火焰蝸菌 或是有其他顏色像是紫橡木蝸菌 這都是我們有提供的項目 可以讓民眾來一起享用一起分享 捷新鮮的團隊來進行這些 比較專業的這個部分的執種 那我相信在我們兩邊團隊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們更希望能夠傳導出來的 就是一個環境永續的一個理念 那我們這次也強調 有這個捷新鮮的小學堂 就是希望把這樣子的一個環境永續的理念 變成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傳承 其實這裡面還蠻多 比如說我們的一些科技業的一些know how 那主要來講我們這些水耕的植物 那當然我們就是會有一些特別的一些營養液 那我們都是保證這些營養液呢 是無毒 無農藥 無添加 非常健康 然後能夠讓各位民眾安心的食用 我們提供更多的是一個價值的概念 如果以價格來講的話 當然會比我們在外面的蔬菜可能會稍微貴一些 那不過我覺得我們傳遞的這個健康的理念 還有我們這個永續經營 對環境的照顧 環境的友善 這個部分是無價的 今天就是我們Metrofish 利用高科技的這個農業導入 也是一個新的開幕開始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在我們的今年度 在我們的板橋車站 也有這個一個桌球場開幕了 那在中山站呢 我們也運用了這個一個個人的辦公空間的出租 然後另外我們也與這個知名的咖啡業者合作 在我們的大安森林公營站 以及捷運公司的總部 在新中山 中山跟雙聯站中間 開設這個旗艦咖啡館 非常歡迎各位有機會 可以到這些地點去使用體驗 那這些高科技的發展之外 當然我們出資之外 我們當然還是持續 希望能夠努力 能夠帶給各位更好的生活 那今天這個 捷新鮮 這個科技農業 這個我們的科技農場 我們在這邊呢 利用這樣的一個場地 大約十二坪的空間 每年可以生產一千五百多公斤的 這個新鮮五毒的蔬菜 可以提供給民眾來使用 我們希望也能夠在未來 能夠再有更多的這個可能 在我們的捷運車站 開設更多的商業的空間 然後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當然我們在這邊也跟各位報告 未來我們也很非常歡迎 科技業者或者是這個品牌業者 來加入我們台北捷運的這個 各項的提案 我們也會積極的開發我們的場域 來共同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帶給大家更好的生活 捷運站內也結合元宇宙議題 導入AR擴增使徑技術 民眾掃描QR Code 就能與海洋生物或恐龍來場虛實交流 在站點中不僅只是搭乘交通 更沉浸在多元有趣的生活體驗中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一年一度的台北當代藝術館 街區藝術盛會榮仲登場 今年以尋找我們原本的亮光為策展主題 邀請七組的藝術家們 打造出七件綻放希望圍光的作品 並同步展出與建成國中合作 期盼在後疫情時期讓民眾得到鼓舞 在圍光中找到力量 台北當代藝術館陳北街區藝術計畫 今年由策展人曾令里 以尋找我們原本的光亮為主題 邀請七組藝術家們 共同發掘陳北街區中原有的光亮 以光影為主要創作形式 挑戰戶外場域的限制 打造出綻放希望圍光的作品 期盼在後疫情時期 為往來街區的人們帶來鼓舞的力量 在後疫情的時代 我們發現大家其實花了很多的時間 去理解自己周圍的巷弄 甚至花更多時間去探索 自己所生活的這一塊土地 我們認為這也是一個了解自身文化的 一個很好的機會 雖然少了很多出國旅行 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但是我們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進入一個自我覺察的階段 然後來發揮自己內心就有的文化的力量 我們這一次邀請了七組藝術家 來共同來執行這一次的展覽 那我們裡面每一個藝術家 其實都有在回應這個主題 那我來說明一下 像我們從南邊第一個 會遇到的作品落雨 他們利用這個巷弄之間 凹凸不平的這個地勢 會形成的這個水蛙 然後來詮釋這個光與水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們的作品有一點像涟漪一樣 會一圈一圈的閃動 然後這也是一個在巷弄裡會特別觀察到的一個特殊的空間的機會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作品像在老爺飯店的陳秋浩藝術家 他利用大家在疫情時期居住在飯店裡 但是卻不能夠彼此交流的這一個狀態 他特別利用門卡作為一個感應的機會 你刷了門卡 然後投影機會產生一個新的你的虛擬的角色 所以你雖然不知道其他人有沒有在飯店裡一起生活 但是你會看著這些角色 你會知道其實在這一個旅社裡面 還有很多人一起共同生活在這樣子的一個空間當中 我覺得這兩個作品都還滿充分的回應了 就是在疫情時期會看到的一些景象 這一次是這個街區藝術展第一次辦在晚上 是一個夜間的效果 因為我們覺得夜晚其實是一個更為安靜 步調更為緩慢的一個狀態 而且天空也黑了下來 其實人在晚上散步的時候 心裡是格外的放鬆平靜的 然後在這個時候 你發現一些小小的亮光 發現這些亮光點亮的周圍的環境 其實我們會希望藉由這些作品 讓大家看到原來你的巷弄裡 也有許多的美好的部分存在 然後是你在放慢腳步 沒有太多的思緒干擾的時候 可以去看到的景象 我們相信其實有的時候你的觀點的轉變 或你視角的轉變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帶給人們很多的啟發 不一定是要去一個很大的美術館 或者去看一個很華麗的展覽 甚至出國才可以受到刺激 常常很多的啟發就是從生活當中所產生的 那這一次的城北街區藝術計畫 我們首次把這個計畫 以夜間來作為一個主要的發想 因為在後疫情時代 我跟這個蔡蘭在討論的時候 就希望這個疫情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能夠放慢腳步去關注 在我們生活中 過去可能被忽略的微小微光 尤其在夜間 我們並不是要做一個光解形式 而是提醒大家或者是提出一些藝術計畫作品 讓大家在晚上能夠慢慢的欣賞 我們這麼美好的城北街區 尤其我們這個街區非常特別 我們離北車很近 我們既繁華 然後又有很多巷弄的文化 所以它其實是很多過去跟現在 有關這個長明跟這個大型的經濟體 還有學校跟美術館的一些公共 所以在這樣的條件底下 那這兩人就提出很棒的藝術計畫 那這一次真的是我們第一次在晚上夜間開訪 我們有響應的那個市長的田園城市計畫 那蕭英也在我們長安西路那邊 就有任養了這樣子三個 再加那個中山北路四個 我們華藝街有三個 還有中山北路二段有兩個 所以整個把環境立美化 那有接到這個光點的藝術品的話 那真好晚上的時候 我們那天四燈裡面就是說 哇好夢幻喔好神秘喔好美麗好光亮 真的很期待 當在藝術館外更同步展出 與建成國中合作的館校藝術作品 當我們的記憶在樹上結成了果 由走入草農藝團與九年級全體學生 共同創作180幅捲吟作品集結而成的裝置藝術 我的作品呢它的名字叫做曾經 然後我是用一顆蘋果還有它之前的花來呈現的 這些花代表著這些蘋果的過去 然後呢有些比較自卑的人可能會覺得 它的過去就是不堪回首 這些像這些花有可能會有一些污點 可能會枯萎可能會掉落 但是呢我想藉由這部作品告訴他們說 不管你覺得你的過去到底多麼的不堪入目 但是呢它縱觀來看對來說是獨一無二的最珍貴的 然後它是建構目前的你最重要的材料 它整體看來還是像花一樣的美麗 其實這次這樣子做的作品還蠻特別的 因為以前沒有這樣子的體驗 其中我覺得印象最深刻應該是製板 因為以前比較少接觸到這樣子 以前藝術人文課頂多就畫畫圖啊尖尖紙這樣子 因此覺得是一個蠻特別的體驗 然後跟藝術家合作也蠻開心的 藝術家人很好很認真在帶領我們製作作品 我的作品是以回憶為主體 然後主體是相交 因為以前回去外婆家常常會看到果樹 然後當時比較傻所以只認得香蕉 對香蕉印象比較深刻這樣子 這次的作品呢是以簡單的文字和線條呈現 沒有過多的色彩 希望藝術呈現我樸實無花簡單的童年 我覺得有透過管校合作的機會 讓藝術教育落實在學校裡面 讓我們孩子透過課程 透過藝術家 駐校藝術家的合作 在文正常的課程裡面 而且是去年的時候八年級的每一個班都在進行這樣的一個活動 如何把藝術家的想像 以及對於透過水果 把他們對水果的記憶相關的情感把它展現出來 用捐印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 最後再用裝置藝術的方式來做展現 所以校長看了也都非常的感動 同學他們在回想的時候 有些是有蠻特別的經驗 那有些是跟自己的家人情感有關的 那其實對他們來說 這個應該是為他們是一輩子的一個回憶 那尤其是藝術家他使用的是捲板 那需要有一個很漫長的一個創作 從繪製這個畫稿 然後製板然後最後再印成這個壓克力 樣子印在壓克力板上面 那其實這個過程 學生我看到他們對於自己的一個表現 他們其實很開心 然後也很樂在其中這樣子 那尤其我剛剛看到的同學 看到自己的作品在那邊展示 那其實可以看到 他們非常高興的一直在拍照這樣子 那我相信其他班的同學 他們在放學之後經過我們這個街區 看到他們自己的作品 一定也會有一樣的感動在這裡面 好 那其實我們在藝術教育上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把這樣子的生活體驗 可以讓學生可以能夠一路的帶到 他的人生當中 那駐下藝術家其實 他除了能夠去擴展學生 他們創作的一個方向跟能力之外 其實更重要的就是把他自己生活的一些體驗 能夠帶給學生 讓他們可以再渲染出去 台北當代藝術館尋找我們原本的光亮 9月24號到11月13號 在台北當代藝術館周邊街區 及合作空間進行展出 展覽期間更舉辦多場導覽 講座以及工作坊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踴躍報名參加 記者臨席會台北報導 HOME PLUS中家寬評在地影像賠力與針劍計畫開始囉 即日起到12月15號為止 公布獎勵得你來拿 詳請請假中家新聞FD粉絲團 或掃描針劍簡章QR Code 眼界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界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移花揭幕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透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似乎無藥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家其談關心您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家集合新聞 我是蔡小君 新聞一開始首先帶你來看重陽節快到了 金融市長林佑昌特別前往暖暖區探訪兩位百歲人瑞 並送上金索片等重陽節賀禮 來看看106歲的楊金段奶奶的成熟秘訣 金融市長林佑昌將金索片掛上 讓百歲人瑞楊金段相當開心 已經106歲的楊金段看起來比實際年齡 年輕好幾十歲讓林佑昌相當驚訝 她也大方分享自己保持健康的秘訣 就是愛吃菜愛運動 我愛吃青菜愛運動 愛運動 才是要真早就去運動 這樣喔 嗯 要吃青菜 要吃青菜 我吃菜都很簡單都要吃青菜 林佑昌也拜訪另一位同樣住在暖暖區的百歲人瑞 余老奶奶 並送上金索片 總統的金老狀 及金融市政府執政的樂福店等賀禮 今年剛滿百歲的余老奶奶目前有女兒及外用照料 女兒說媽媽的養生之道就是正常規律的生活作息 其實我們就是一般的生活 我想主要是作息正常 然後飲食 我們幾乎都在家裡吃 均衡的飲食 跟她年輕的時候都一直有在動 我想大概這幾個因素 看到老人家健康又快樂 在卸任前最後一次探訪百歲人瑞的金融市長林佑昌也非常開心 我特別來看幾位我們百歲的人瑞 那也給他們這個自證金牌 還有包括總統的這個禁老狀 那這些長輩都很開心 那其實我也很開心 因為這是我任內 最後一次親自的給這些百歲的人瑞 給他們自證這些禮品 還有包括我們的禁藝 然後看到他們很健康我覺得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是我們最後一位這個106歲的長輩 我覺得他身體真的很好 不像這個100歲的人瑞 像那個80幾歲的身體 耳聰木鳴 那我覺得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其實這是身為子女晚輩的一個福氣 那看到他們這麼健康 那也表示其實我們的社會處 還有這幾年政府對於社會福利的一個照顧 對長者的一個照顧 我們是更全面 然後更周到 那希望能夠提供給我們這些長輩 更多的一個服務 也能夠把他們的需求充分的反映 然後我們充分的來給予支援 所以也在這邊祝所有天下的這些長輩們 從陽節快樂 所有的長輩健康平安 根據金融市政府社會處方面的統計 金融市目前有100位百歲人類 最年長的是112歲 同樣住在暖暖區的董喜亭爺爺 65歲以上包含55歲以上原住民的長者 約有7萬2千人 佔全市人數百分之18.98% 李友昌強調將持續落實老人福利相關政策 打造金融市成為宜居的高齡友善城市 記者張奇藤基隆報導 中正區新豐里人口眾多 一直找不到適合的地點來興建里民活動中心 市府今年透過租用的方式找到合適的空間 一塊來看新豐里民活動中心擴充空間啟用儀式 現場里民市集的水泄不通 新豐里社區居民穿著原住民服飾 宰歌宰舞迎接新的活動中心空間啟用 居民迫不及待全都來到活動中心湊熱鬧 原來新豐新富里人口加起來就超過兩萬人 沒有公園綠地過去一直找不到新建里民活動中心的地點 經過里長丁麗娜和市府協調 最後採取承租的方式讓里民有活動空間使用 跟別的社區不一樣 我有七大社區兩小社區八戶的店面 就只要這樣子 所謂的是封閉市社區 所有人都走不出來 所以我們借用活動中心活化 市長意思說活動中心要活化 所以這樣活化出來 我們這邊的人口量來講的話 有八千多人 但外來者有一萬多人 所以將近兩萬人會在這個地方活動 但是我們沒有公園 我們沒有休閒企業的地方 我們就靠里民活動中心 但是活動很小 所以才擴充這個區塊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這樣的空間 里民在使用上其實都非常方便 而且會比過去如果新建的話 這個時間會更長 所以我們市府現在正在說 如果里民放心 如果能用租用或購買 我想這部分我們會鼓勵 來這樣的來推行 從陽敬老新封禮任奧舉辦 從陽敬老活動 準備了壽陶蛋糕和長輩們分享 金融市長林又昌 民政處長王餘生 中正區區長吳國偉 也到場一同主持啟動儀式 那我們根本就找不到地方 蓋這個里民活動中心 後來莉娜姐一直爭取 那我們浩瀚議員也很聰明 那我們這個處長跟區長也都支持 我們後來就有一個想法 如果沒有辦法蓋自己蓋 如果要蓋要買地 然後又要自己蓋 時間要很長 然後還找不到地 這邊周邊全部通通蓋滿 也找不到 所以後來我們就有一個新的想法 與其自己蓋 不然我們就要用租的 而移民署配合從陽敬老 金融市服務站也邀請了新住民一起做蛋糕 現場有疫檢提供流感疫苗注射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 國道客運9026縣11月起 將由新的業者接手 傳出減班和更改路線 不停靠南港轉運站 令通勤族相當焦慮 民進黨基隆市長參選人蔡世穎 與交通部協調後 承諾9026絕對不會停止 路線班次和服務品質也不會變更 國道9026縣10月底符合客運接手後 傳出業者有意變更路線減班 引起了通勤族的焦慮 在新的業者能夠確定上路之前 仍然要要求現在的首屬客運的業者 能夠繼續持續教訓 那先前也有談論到說 有一些班次會減少 或者是站點會改變的這個問題 班次會減少的重要因素其實因為是疫情 其實在疫情之前的班次是非常多的 那現在在疫情的 現在我們都還算在疫情之後的 這個減少的班次的這個狀態之下 那現在我們可以維持的就是 現在現有的班次都會減少 那其實非常多的民眾 我們有從司機那邊提到一些聲音 所以也一直努力來跟我們這邊聯繫 希望蔡西夫人能夠協助讓9026 維持任何一定的狀況 那在這兩個疫情過去之後 目前的疫情慢慢穩定 大家也不準備不正常的上班 我們跟蔡西夫人也持續的跟交通部 希望說可以來協助這個9026的班次 是可以繼續符合大眾的需求 因為大家如果想上過我看的話 就知道我們9026的民眾是非常非常多的 據傳新的業者接手後 路線將不停靠南港站 經過立委蔡世英和交通部長黃國才協調後 交通部做出了承諾 新的營運商還沒有接手之前 這條路線不會停止 會繼續的走下去 第二件事情 因為路線的行駛過程當中 造成首都客運虧損的部分 交通部會另外額外的補貼現有的營運商 那第三個 這是我特別有跟交通部長提到的 那新的團隊什麼時候能上手 以及新的團隊的服務品質 這兩件事情要經過基隆市政府在這邊做最後的確認才可以 也就是說第三個是最重要的 新的營運團隊何時能夠上手來接棒 以及這樣的服務品質 要由基隆市政府這邊做最後的確認才能夠上手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包括我看到有林沛祥名副議長或者幾位議員 都有表達說服務品質會不會降低 路線會不會變更的等等問題 我在今天都有跟部長就這件事情 來提到這些事情的討論 那我的主張是原路線原服務品質不應該被變更 原路線原服務品質不應該被變更或下降 那這個部分部長也聽懂我的意思 他也會來跟我們的後續的單位來處理 蔡新強調他會持續向接手業者溝通 維持原來的服務品質 讓疫情結束之後才能夠創造乘客和業者雙贏的局面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N青松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眼见不一定为真2分享前再想一下3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眼见不一定为真2分享前再想一下3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3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a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a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罚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